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辩论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是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同僚正如何策划一项激进的减税计划 特朗普在2017年推动的税法即将到期 而他和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准备在他再度当选后迅速采取行动 进一步削减公司税率并延长数万亿美元的减税措施 尽管国债飙升的风险令人担忧 但共和党人似乎对此毫不在意 反而信心满满的期望在特朗普上任的头一百天内实现重大立法成就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将探讨共和党领导人如何通过简单多数制来推动这些政策 以及这些减税措施将如何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国债 我们还会讨论减税将如何使富人受益 以及特朗普如何计划通过调整资本利得税的计算方式来进一步帮助上层收入阶层 然而随着国会两党的财政对立加剧 是否真的能在没有相应支出的情况下推行这些减税政策 反对派的声音也在不断壮大 警告说这种做法将导致更大的财政危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文章来源于华盛顿邮报 该媒体以其深度报道和对政治事件的深入分析而闻名 近年来华盛顿邮报在美国政治新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尤其是在美国总统大选及其后续政策变化的报道中 该报通常通过深入调查 采访和多方面的信息收集来呈现复杂的政治局势 这篇文章便是其典型代表 文章的开头介绍了当选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及其政府在共和党全面控制国会的情况下 计划迅速推动减税政策的背景 共和党胜利后 特朗普政府准备在其任期的头100天内取得立法上的重大突破 特别是在减税方面 文章指出 尽管国债面临飙升的风险 特朗普仍计划继续推进减税措施 包括降低公司税率并延长现有的减税计划 在接下来的部分中 文章描述了共和党在参议院中取得控制权后的计划 虽然众议院的情况上不明确 但共和党人相信他们将保持微弱的多数 共和党领导人计划利用和解程序来通过必要的政策 以便在参议院中以简单多数票通过法案 从而避免冗长演说的阻碍 为实现这一目标 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共和党领导人已经秘密开会数月 准备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开始时立即采取行动 文章还讨论了减税政策的细节 特别是特朗普计划如何调整公司税率 以及对个人所得税的影响 特朗普承诺延长个人减税措施 这将使所有收入阶层的纳税人受益 同时他还计划豁免小费工资 加班费和社会保障福利的税款 这些措施可能会加速社会安全网项目的破产日期 此外特朗普还提出将公司税率从21%降至15% 这一提议将继续使高收入者受益 共和党内部对减税政策的看法也被详细记录 文章引用了多名共和党人的观点 他们认为降低税率和调整税收政策将促进经济增长 即将上任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麦克克拉波 Mike Crapo表示 一切都在发挥作用 这反映了共和党对减税政策的信心 以及立法优先事项的清晰思路 在接下来的部分中 文章探讨了2017年税收方案中 未能实现或被限制的政策 包括企业税收扣除 特别是研发费用的扣除 两党都支持恢复这些扣除 认为这将有助于经济 文章还提到 特朗普可以在无需国会批准的情况下 通过调整资本利得税的计算方式 进一步降低税负 尽管这种计划在其第一任期末未能实现 但特朗普的顾问们 仍希望在其第二个任期内再次尝试 此外 文章详细探讨了减税措施 对国家财政的影响 根据无党派的负责任 联邦预算委员会的估算 特朗普的税收计划 可能在未来十年内 增加9.15万亿美元的国债 共和党人也提出了 不通过相应支出限制 来抵消减税的提案 这引发了人们 对国家债务持续增长的担忧 尽管减税可能会刺激经济 但文章认为 这些措施需要与削减开支 或增加收入相结合 以避免进一步的财政赤字 文章最后指出 除了减税政策 共和党人还可能通过其他手段 来控制税收法案的成本 如收回拜登政府时期的 气候议程之初 共和党人希望通过这些措施 消除拜登总统的重要政策遗产 同时在不增加长期债务的情况下 实现减税目标 请大家现在进入六度辩论环节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共和党人推动减税政策 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 和提高美国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历史上 减税政策在某些情况下 确实带来了经济的短期繁荣 例如肯尼迪和里根时代的减税政策 均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 通过降低税率 企业和个人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 用于投资和消费 从而刺激经济 然而 尽管这些政策可能会导致国债增加 但共和党认为 经济的增长将弥补这一点 特朗普的减税法案 虽然让国债增加 但从数据上看 确实刺激了一定的经济增长 减税并不是一种孤立的政策 而是经济政策组合的一部分 若能与其他政策 如支出削减和财政改革结合 可能会实现更长远的经济增长 减税政策 虽然看似旨在刺激经济 实际上却可能导致国债的无节制攀升 这无异于在财政管理上自寻死路 历史上 减税并非总是成功 比如 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 就被认为 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 反而导致了国债的增加 而特朗普时代的减税计划 也主要让富人受益 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根据Urban Brookings Tax Policy Center的数据 这些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往往是最富有的阶层 而对于普通民众和经济的整体提振 效果有限 共和党如果不通过相应的支出削减 来平衡减税 国债负担将变得无法持续 最终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经济危机 减税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 反而可能是引发严重后果的温床 每当讨论减税政策 总有人提到国债的问题 这显然忽视了减税可能带来的经济活力 通过减税 企业能够增加投资 创造就业机会 从而带动经济的全面复苏 看看里根总统时期 减税政策帮助美国走出经济萧条 刺激了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繁荣 即便是今天 许多经济学家也承认 适度的减税能够活跃市场 增加政府税收来源 这种正反馈循环 能够部分抵消国债上升的影响 对于高收入者的减税 也有人称之为捐低效应 虽然争议不断 但其理论基础 是通过高收入群体的投资 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 与其担心可能的国债增加 不如关注减税后 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税收增量 和就业机会 通过合理的财政政策配合 减税的好处 远大于其潜在的风险 所谓减税带来的经济活力 往往只是短期效应 长期来看 减税的代价是沉重的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 过度依赖减税政策 会导致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 比如 特朗普的减税政策 在短期内 或许有些许经济增长的迹象 但国债的飙升 却是不争的事实 而所谓的捐低效应 早已被揭穿为富人的神话 并未能实质性地帮助中产阶级 和低收入者 数据显示 特朗普的减税政策 主要让富裕人群和大企业受益 而这些群体的额外收入 并没有直接转化为 广泛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 反而 政府因为巨额的财政赤字 不得不削减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最终受害的还是普通民众 减税政策 如果不加以 约束和配套改革 只会让国债 成为美国经济的定时炸弹 尽管反对者 对减税政策持怀疑态度 但不可否认的是 减税具有强劲的经济刺激潜力 减税不仅仅是为了短期经济增长 而是为了创造一个 更具活力的经济环境 使得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 更加突出 尤其是在企业税方面 降低税率 可以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 在美国设立业务 增加投资和就业机会 看看爱尔兰 低企业税率 成为其吸引外资的关键因素 带动了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 再者 减税可以通过增加个人 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 促进消费和投资 从而带动经济的长期增长 通过这样的方式 即便国债在短期上升 但随着经济的增长 政府的财政收入 也会相应增加 从而逐步改善财政状况 通过综合的财政政策调控 减税的长远收益 不可小觑 尽管企业减税 看似能够提升美国的竞争力 但这不过是纸上谈兵 爱尔兰的低税政策成功 部分原因是其规模小且 经济结构不同 简单复制这种模式 并不适合美国这样的大经济体 特朗普时期的减税政策 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奇迹 反而是让大企业们回购股票 增加股东利益 而非在美国进行实质性投资 数据显示 减税后的企业投资增长并不显著 经济的基本面并无根本性改善 更重要的是 减税带来的财政赤字 必然会推高利率 最终导致经济疲软 历史上过度的减税 未能带来持久的经济繁荣 反而使得国家财政处于危机边缘 与其盲目依赖减税 不如在政府支出 税收公平 以及社会福利等方面 实现更全面的改革 以确保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与谢琪琪的辩论 围绕减税政策展开 虽然两位都提出了各自的立场 但在逻辑严密性和数据知识方面 有明显差异 楚天书强调减税的积极效果 认为历史上多个时期的减税政策 确实推动了经济增长 他引用肯尼迪和里根时期的成功案例 试图证明 减税能够通过刺激投资和消费 来拉动经济 然而 虽然短期内减税可能带来经济活力 但缺乏对长期后果的深入分析 尤其是在特朗普时代 楚天书未能有效回应 谢琪琪对国债飙升的质疑和减税政策 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的担忧 仅依靠捐低效应来解释富人减税的合理性 未免显得肤浅 相较之下 谢琪琪的观点更全面 他指出 减税政策在历史上并不总是成功 特别是小布什时期的减税 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 而是加重了国债负担 他的数据支持得以增强其论点 展示了减税政策的主要受益者 往往是富人 而普通民众并未获得实质性好处 谢琪琪明确指出 倘若不进行有效的支出削减 国债将导致更严重的经济危机 这一论断更具警示性 在双方的辩论中 楚天书虽然试图通过减税的短期正面效果辩护 但未能提出有效的反驳来回击谢琪琪 关于长期财政健康的关切 谢琪琪则通过历史实例与数据 清晰地阐释了过度依赖减税的潜在风险 强调了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 与公平性的重要性 总的来看 此次辩论充分揭示了减税政策的复杂性 楚天书的立场虽然充满激情 但缺乏对负面后果的深入考虑 而谢琪琪的观点则扎根于实证数据 体现了对社会整体福祉的关注 未来的讨论中 若能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或许能够为经济政策制定 提供更具建设性的思路 大家好 我们非常高兴的为大家带来区块链和游戏世界中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六度链推出全新平台将彻底改变我们与信息互动的方式 在这个游戏化的平台上 您可以评估内容 预测结果并赢取奖励 想象一下 一个游戏让您的见解塑造信息价值并为此获得奖励 敬请期待 这是一个您不想错过的社区驱动体验 游戏即将开始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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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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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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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